4月25日 在华硕与中国联通携手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 黄晓明跨界合作 作为中国大陆华硕Petform无线变形手机的首位用户正式亮相 发布会上 作为华硕Petform无线变形手机在内地的首位用户 黄晓明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这款手机的喜爱 并现场获赠了为他制定的Petform无线变形手机 和联通WCD-MV3G专属号卡 据黄晓明表示 他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和尊敬华硕品牌 这些年来 华硕创造了很多代表着极致创新的经典产品 尤其是华硕追寻无以伦比的理念 也一直让他感同身受 黄晓明同时对华硕Petform的二合一变形设计理念 更是赞誉有加 称这款手机完全能满足他的演艺事业 及商务工作上随需应变的使用需求 尽管他说还有很多的问题 当时试用的时候 那我用了之后就觉得很神奇很方便 对因为以前有时候用手机啊 首先我跟你说一个最基本的吧 手机电量不够 对 那我们的是个外置显示屏 本身是一个大的显示屏之外 还是个充电器 没错 可以帮你充电 这台平板的电源特别大 再其次因为我自己手机用了很多嘛 因为我要联系事情 看邮件 然后看电影 那就变得很方便 因为以前都是小屏幕 对 那我现在看一些片花呀 别人给我的一些 比如说是像岳飞的片花呀 中国合伙人的片花呀 我都可以用这个 拍子可以看了 就不需要再看一个小小的手机了 然后拿下来就是手机 插上去就是一个大屏幕 特别的方便 是 很利用我们这些商产人使用 当有媒体问及黄晓明脚伤的恢复情况时 黄晓明表示虽然还没有拆线 但已无大碍 同时 他还为亚安的受难同胞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医生的说法是两个星期可以轻轻的脚点地 但实际上我不到十天就已经开始拿脚走路 然后28天可以开始学着走路 开始 因为脚上有四个洞 就钢钉的那个洞 小明觉得这款 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的 有没有什么话要我们带回去给亚安的朋友的 有 太有了 因为 亚安这个事情 当时真的是我早上起来之后下了一跳 没想到之后又是一次这么大的地震 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我也就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工作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 有机会可以帮到他 OK